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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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是我们还没过中秋的最后一堂课,和明后天我们就是在这边的话,我们放三天假,想说还没放假前还没有别的理由要放假,所以我们没有 没有放假啦,这个是今天还是以照常的上课,和这个我们上完之后大家就,如果要想要回南部的话,或什么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早一点回去,因为想说,直到今天交通啊,什么一定是大塞车啊,和很麻烦的样子。 所以,但还是我们今天是讲,和也还没到最后就说,那因为还没过中秋之前,跟大家祝一个中秋节快乐那样子,和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圆满啊,幸福的那样子。 好,那我,我们这一次就不太复习,我们就只复习上次最后那一小段,我们就开始好不好,那样子。 因为我想说,我们每一次复习,每一次复习,大家有可能也都很熟悉了那样子,应该是说,可是它的重要性也很重要是,想跟大家讲是说什么,大家如果有可以回去看,或回去听的话呢,我们大概是,这边所说的大字在天,不是在讲一个实际的,或者一个实质的, 因为我以前也犯过这种的错误,我会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说,怎么会觉得好像有相违背了,特别到相违背会觉得什么呢? 他又说,又迫使它是常,又迫使它是无常,那到底,你怎么说大字在天又是常,又不是常,应该说这样子,又不是常,又不是无常呢?那不会有相违呢? 你又说,那大字在天存不存在呢?如果又说存在的话呢?的确会有相违背的。 可是我们这边来讲的大字在天,虽然它是用一个,叫我们来用的这种人啊,或者天啊,或什么词呢? 可是主要这边所说的大字在天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不是要讲一个说是一个独立实体的我存在的大字在天呢? 或者我们讲说,简单来讲就变成,不要说是我,就是独立实体的大字在天。 这样一个独立实体的大字在天呢?不管它是常也好,无常也好,都是有果实的,你没有办法一个成立的。 所以这边所说的,破斥大字在天的本质,不是在指说,我们一般所想说,像我说美国人一样,或者说台湾人,这种的,按其余,这个以外有大字在天啊,大饭天啊,第四天啊,这个都不是要破斥是这边的。 它要破斥的是什么?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这样一个大字在天。 它如果还对独立实体不清楚的就是什么呢? 独立实体就是我们讲的普特切罗我执所执取的那样子。 普特切罗我执所执取的呢?就是独立实体的我。 如果还没有了解这个来源,或者有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现关专言论的最后面的大概半个小时,就是有专门在介绍这一边我们下部派所要介绍的普特切罗我。 这边等于是说我们下部派一直到说什么,到中观秩序派所认知的普特切罗无我,或者所谓的普特切罗我执。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普特切罗无我,普特切罗我执。 他就等于是说,普特切罗我执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执取了普特切罗无我的相反面。 他在执着一个普特切罗无我的相反面。 那我们就知道普特切罗我执。 同样,普特切罗无我的会是什么呢? 他就等于是说他了解了什么? 他了解了普特切罗我执所执取的那样子是没有的。 我们常常讲说,来讲他是一个两面的等于说什么,普特切罗我执就是执取说普特切罗无我的智慧的所了解的这个境呢? 他的反面是存在的。 他所说的不存在的这个东西呢? 他反而是执着他是存在的。 这也就是叫所谓的无名。 这也讲说我们叫所谓的我执也好,无名也好,就是这个了。 我执其余的如果说什么,我认为我是独立实体的啊,这才是我所谓的无质。 而不是说,我等于说我是世间上里面的最好的啊,最完美的啊,或者我想要什么。 这叫我执的话呢? 这都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我执的。 因为比如说,重视,我想要什么,或者我不喜欢什么, 哦,我要去朋友家,哦,我明天要放假了。 这个是存在的嘛。 这没有原因我们要去否定这个。 如果你否定这个的话呢? 你否定了所有一切的世间的所有的东西呢? 所以在这一段来的时候呢? 岳神菩萨就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就说什么? 他说,你还不用跟我中官司对变啊。 如果你否定掉这一切世间都存在的是,比如说我吃啊,我做啊,我睡啊,我放假。 你否定这个的话,你先不用跟我来,来跟我辩。 你先去跟世间人去讨论说,你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东西。 世间的这边说什么?就是没有在讲空性的道理的。 这边所谓的世间的,就是说没有讲空性。 我们平凡的来讲的话呢? 这些都不能被否定掉的话呢? 那你这个,你自己都否定了这些东西,堕入一边的时候,你不用依靠着我这样。 你先去跟世间来讲,你有办法成立之后呢? 那你再来跟我这个比较强力的,有历史再来讨论的。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的我值,来讲的话呢? 他不是,这个我一般不是指一般的我们所说的你我他的我了啦。 他在讲一个是什么?是一个独立实体的我。 所以了解独立实体的我是没有的话呢? 也才就是所谓的无我嘛,我们这边所谓的无我。 所以大家也可以慢慢了解说,我们是以前在上色类学的时候。 我们说,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都是无我嘛。 都是普特切罗无我。 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你看,在任何一个,我们先不要说无我的这个例子。 我们用,比如说兔子脚也是无的嘛,对不对? 所以你不管你是有也好,没有也好,兔子脚还是无的嘛。 你不可能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下,你用任何的例子来讲说,兔子脚会变成是有的吧。 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我是说,比如说虚空化为例,兔子脚也是无的吧? 还是承许吗?那我说,如圣法是为例,兔子脚也是无的吧? 也是嘛,因为你只要一不承许这个呢,你变成,你否定掉这句话的话呢, 是变成就是,有某一个例子变成兔子脚是有了嘛。 对,你只要说,例如说我说,虚空化为例,兔子脚是无吗? 你说,假设我们说何以故,或者为什么呢? 不是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否定了这个东西吗? 否定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变成说,那以虚空化为例,兔子脚应该是有的咯。 因为它不是无的嘛,你只有这两个可以选择的时候呢,不能否定。 所以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不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况,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 是不是就说,假设我说以普特球的为例,那独立实体的我是有还是没有呢? 应该还是没有嘛,对不对?那以一个兔子脚为例,独立实体的我应该也还是没有嘛。 所以为什么说,不管我们说是有的例子来讲也好,无的例子来讲也好, 都要说它是无我的啦。 那大家有可能以前想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想说,那有也是无我,无也是无我。 那以前要解释说,独立实体的我的这个概念有一点比较难介绍, 现在慢慢有一点的经书的底子,也就知道说,为什么说, 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都要说它是独立实体的无我, 或者说无我,或者独立实体的我是没有的, 或者独立实体的我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在这边。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呢,它主要在破斥或在断除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这种独立实体的大自在天呢? 它不可能,你不能说它是长,你也不能说它是无常嘛。 因为它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科班是说,破斥大自在天的本质嘛。 在破斥大自在天的本质,可以分下什么呢? 破斥它是长的,破斥它是无常的。 所以这边的本质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独立实体的这个大自在天作为我的讨论的这个点的话呢? 你说它是长也有过失,说它是无常也有过失吗? 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应该讲到这边呢? 我们讲到说,那就有一些自以为认识,或者自以为懂经典的人来讲, 它说什么? 那它说,你们在这边所说的心事或者量,不能说是长。 是指在遮什么呢? 是在遮指世俗的量嘛。 了解世俗的量,不能说它是长,但是圣意的量是长的。 因为它的概念,我帮它补充一下。 这边来讲,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圣意,是不是说就是最究竟的,原始的道理呢? 它就等于说,为什么,你看有些的经书,当然我们在中大师的认知来讲, 它不会说这是长的。 上次大家有跟我略略问到,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心事是不是长的? 或者有些人说,那在密秤里面讲的说那种像原始的光明的心事呢? 它是不是长的? 是本来,因为它常常有那个词,本来清净的,本来就污染的时候呢? 是不是它就没有在变化的时候呢? 那我们以中大师来讲的话,他所说的,他是说原始的光明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不是说它没有变化,而是它是最细微最细微意思的缘故呢? 它从来没有被我这些的初分的东西所危害到吗? 没有被这些初分的所染污到的。 可是它还是每一刹那要变化,每一刹那要由因缘而生起的。 它不是无因而生的。 但是有一些的像,有一些的别的教派,他对这些的用词,就会用不太一样。 他会说,这是本来的佛,以前原始的就已经是佛了。 好像说,他有些会称就是叫这个藏啊。 或者说是,有些是说是藏的,有些是说是坚固的,等等都有这样称的。 就有一点像这边的,决南派的论师们说的,就一样说什么。 哦,因为圣意的这个智慧呢? 他说,这就是原始的,最清净的,没有污染的呢? 所以我要称什么?我要称之为叫藏啦。 藏而不变的。 那,到底说,这边所说的藏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可能有一些藏的意思是说, 它从以前我们找不到前头,也找不到尽头的时候呢? 这样子只是取名为藏的话呢? 不一定是有过失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不同的教派, 像我所知道的,我们,我不是很了解别的教派, 如果我说错大家可以,如果了解可以纠正我。 可是我所了解的话,像宁马派, 在用他们的龙青八的一个祖师大德们, 他们的用词呢? 他们会用的用词,有个什么叫, 在藏文叫, 野生戒跟养生戒。 有这两个差别,有个叫野生戒, 也叫养生戒。 野生戒是什么? 是本来就是佛,本来佛,本来就是佛。 养生戒是什么意思呢? 是再一次的成佛。 再一次成佛的。 可是就有点像我们中大师所说的一样, 是说什么? 哦,本来我们每一个人, 心虚当中就是有如来藏, 就是有佛性。 可是是要依着这个, 可是你有这个如来藏, 有这个佛性, 也没有什么啊, 我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我说众子是出生, 我不是在看基督出生, 就是众子是出生, 众子是地狱, 众子是恶鬼, 我们所谓的三二道众生来讲话, 他们的心虚当中也有如来藏啊, 所有的人都有成佛的能力, 成佛的机缘。 所以, 这是我们讲说如来藏。 像宁玛派的话, 他们就会说这叫什么, 这叫本来佛嘛, 哦,本来他心虚当中就有这个本来的佛, 他是这个能力啦, 和养生给什么是, 再次的佛, 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成佛, 他要从原始的这个佛, 生出来一个, 再一次的成就啦, 或者再一次的, 所以他们用的这个词叫, 本来佛, 就是再来佛, 或者再生佛, 等等来讲的话呢, 他会用这个差距的。 本来有一点像说, 我在想啊, 我在想, 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讲到说, 六祖慧能大师的, 那种的一个基数说, 本来无一物, 也就是这种所谓的, 本来, 这个心性的, 心智啊,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 地时存在, 本来就没有一个, 所谓的, 好像从那一方的东西就存在的话呢, 所以你, 你什么地方有可以说, 我们以慧能大师他所说的词, 就是说, 噢, 菩提的树, 本来就没有一个树干可以依靠, 那个, 不是没有, 不存在, 可是没有一个从, 从地时, 从那一方存在的, 也没有一个, 本来从外在存在的一个, 好像活生生的, 硬邦邦的这种的, 的流离台, 可以有灰尘水上面呢? 所以呢, 那, 心性也是这样子, 所以本来就他的原始的, 他的本质呢, 你就没有一个, 好像本来就这样子的, 或者一个硬邦邦的在那边, 给那些的障碍, 处在上面嘛, 所以他没有这种的概念来讲的话呢, 我是自己啦, 我自己在解读, 慧能大师, 可是不代表说我对慧能大师的, 的见解有很多的理解, 可是我想说, 我对龙树菩萨啊, 跟这些的中关主持大德们的, 有读过一点点的经典来讲, 看过去说觉得, 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话, 那种我们留下千年的这个名言的话, 应该是非常符合龙树菩萨, 中关主持派的那些的说法是非常相同的, 或者比如说他不是在广州呢, 我上次我以前还去广州的时候, 他们就带我去那些别的试验嘛, 在那个, 现在在广州市里面的,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 不是说, 因为慧能大师他是很后面才出家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知道, 慧能大师的故事, 他是生在广州的非常贫穷的乡下, 派大师大概到壮年, 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 在挑采的时候, 因为有听到园外啊, 在送金刚经, 因为这样的缘故, 而证得了, 应该说了解了金刚经的道理, 他说要去找那个拜五祖的寺院, 所以他说就长途八色嘛, 去学习, 可是他学习的时候, 不是字啊, 一个粗人, 就等于说我们一个粗人一个嘛, 所以人家才会说你看, 你这个南方的那种粗人啊, 怎么可以跟我们北方的人来, 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说南方的文化的背景, 没有到北方的, 就是北京啊, 上海啊, 这一代的书香气息的那么盛嘛, 所以他为什么说, 南方的粗人嘛, 没有那种北方的来讲, 和之后呢, 因为他知道说, 传一波大家有他以为要传的, 和五祖慧能传给六祖之后, 他就叫慧能大师要跑走嘛, 去隐瞒, 又回到自己的家乡, 广州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一个寺院他们在变了, 我们就常常看到说, 那个不是在寺院的广场里面, 有一个藩在飘动吗, 还有些人在争说, 那是在藩在动呢, 还是风在动呢, 两个那种争辩的非常非常的激烈的时候呢, 那慧能大师那时候就, 还是一个居士的身份就跑过去, 就说大家, 这不是, 也不能说是翻在动啊, 也不能说是风在动啊, 只能说你们两个心在动嘛, 那样子, 可是, 当然, 我说从世俗上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当然一定会说是翻动或者风在动了, 可是这个来讲的话, 依着心动是什么, 我的解读就是说, 它是说你们看的都是一个所谓的, 好像独立的, 可以存在, 好像认为说有一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在飘动, 那样子来讲的话呢, 这都不是啊, 这都是什么, 就是仅仅由心事的去安利的那样子, 或者说他没有这个心动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用的安利啊, 你可以用很多的词汇来讲, 它就是所谓的安利, 安利而成的, 所以这是我们很有名的一个惠能大师的公案, 所以上次我说我到广州市, 就说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进去啊, 去看那个翻, 有去广州的时候就常常去惠能大师, 因为我说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 我说最让, 很让我非常敬佩的这几位祖师大的, 一个是惠能大师, 一个是玄壮大师, 他因为像你看我说, 像周姆罗斯大师啊, 达摩祖师啊, 什么来讲的, 他们等于是从外国来的, 他们都是印度人, 他们是学习已经在外面学习的之后, 再进入中国来弘法的, 而真的是道道地地的, 在从这边来讲的话, 很多很辛苦的什么, 是像玄壮大师, 还有说什么我们所谓的像惠能大师, 当然还有我们近代的很多有名的像, 所谓的红衣大师啊, 大家知道的红衣大师, 或者是说虚音老和尚, 或者什么等等的那种所谓的虚音老和尚, 红衣大师, 等等我们很有名的那种, 说什么这些的大师们的话, 都是很多的, 应该算大学者啦, 在那种汉地的, 可是另外说从历史我们比较有名的, 知道的就是, 应该说到佛法, 可以在这么的兴盛,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这些的功不可亏的那样子, 我说这是由玄壮大师, 跟惠能大师, 但同样也是我们想到说, 台湾的目前的佛教可以保持的, 这么的完整, 没有什么的话, 因为你看一下, 我说我们去看, 因为之前很多像有被日本, 有钱同龄过的这地方, 因为日本他把他的神教跟佛教混在一起, 很多他们的生种, 应该说普遍的所谓的生种都是结婚, 有家庭, 有什么, 因为他把应该算佛教跟神教很多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第一次去跟陪打阿嬷村子去日本的时候呢, 就有点很不习惯, 他们会进来, 和他开始好像, 像工作一样, 他穿西装裤进来, 他西装裤外面他就披一个海青, 和修完法他就脱掉, 又是穿西装裤来打, 还有, 我还记得, 大家也知道我以前很喜欢看欲动, 所以我有一年在看奥运, 他们说好像是, 那个, 划那个独木舟的, 他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是一个日本人, 他说这是僧人, 我说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僧人去比奥运划独木舟的那样子, 但是就知道, 说是因为日本的他的本身的文化, 他有可能把神教, 他们本身的神教跟佛教有做很多联合, 所以你看, 现在他们像统领过的, 或占领过的韩国呢, 韩国就有分两脉, 有一个就是原始的, 不结婚的, 就是要跟我们一样, 就是说就是保留这种说, 一生是不能结婚的, 凡是僧人的话, 应该是不能结婚的, 可是有另外一脉就是说, 他是可以有结婚, 有家庭, 有什么, 可是又说僧人, 可是因为我们听到这种话, 我都觉得听起来很相违, 就好像说我的母亲是使女一样, 我说我的爸爸是和尚, 那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听起来就有相违背了,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的历史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 在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是有日本, 也有占领很久的缘故, 那时候他们本来要带进这个风气, 有话说是要有, 要让这边的生众们要结婚, 因为他一直说, 你们不结婚的话呢, 那什么, 就跟毛泽东那时候在破坏西藏的一样, 说什么, 如果你不生的话, 这个让我们的人口不能增长, 对社会是有危害的, 那所以日本那时候也是这个概念说, 要让生众们要去, 跟他们一样可以有家世啊, 可是就是白天去寺院, 晚上就有家庭一样的时候, 可是是因为早期的那些的, 在台湾的这边的, 应该算高生们, 或者祖师大人们说, 不行, 这是跟, 他们一定要严守, 持守戒律的缘故, 不让这个风气进来台湾, 所以我们在台湾你看, 一直到现在就没有所谓的, 生众又可以结婚, 我说当然, 生众可不可以舍戒去结婚, 那当然啦,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他不想要当生人, 这应该说, 当然我说我们一定会说, 尽量的去遮止这件事情, 可是, 在佛制的当中, 像对于我们比丘, 说比丘界的时候, 他就有说过, 他说, 如果舍戒这些来讲的这件事, 应该是要遮止的, 不应该要去, 去舍掉的, 是要遮止的, 可是呢, 如果你知道你已经要, 破戒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呢? 反而是, 应该要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几个说, 因为一方面你不再犯, 破戒的过失, 你舍戒你就没有那个破戒的过失, 第二方面什么是, 如果像我们难咒的话, 你舍戒之后, 你还有机会再受戒, 你没有舍, 你去破戒的话, 你就没有再有机会了, 看这个什么呢? 你不只是这样, 你舍的话, 你还可以保持, 维护, 你之前所依这个戒而守持的善业, 可以保持的。 所以, 同样的, 在一般来讲的话呢, 是, 严厉的遮止, 说要去舍戒啊, 或者轻忽, 可是在已经说已经是, 确定的时候呢, 他说是, 应该要, 要舍了, 那就是他有两个, 有时候是, 极度的遮止, 就是我们上次, 在以前有时候的上课,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我们是, 在, 佛法里面, 我们讲说有讲说叫, 性罪跟遮罪嘛, 在遮罪当中呢, 所有的都有开许, 唯有一个没有开许的, 性罪的, 对不起,遮罪的, 我说遮罪的话呢, 遮罪里面有很多是什么, 有些是说, 你应该做, 但我们因为受过戒的时候, 就不能做的, 可以做的, 可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可是因为守戒就不能做, 例如说什么, 喔, 例如说, 喝酒嘛, 一般人来喝酒, 他是没有, 应该说是无忌的啦, 他没有, 没有善, 没有恶, 但是你一个僧人来讲的话, 或你受过这个戒, 不饮酒戒的话呢, 他就一定要遮止的, 他有些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的话呢, 喔, 一定要, 一般来讲的话, 是说, 呃, 或者一定要遮止的, 但在某一些情况一定要做的, 像例如说, 我们在经书说的, 举的例子说什么, 例如说, 应该来讲的话, 如果, 地址跟老师来讲的话呢, 地址应该是遮止走在, 好像大摇大摆走在老师的前面, 应该是有走在后面, 但是有什么呢, 有另外一个是一定要做的, 例如说什么, 危险的地方, 或者要带路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不要说, 老师你先走, 我说我们, 假设我们路都不知道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你要先带路了, 他在经书上面就讲得很清楚的, 那有些地方是说, 那开许的, 例如说什么, 喔, 他说, 生人是可以开许穿鞋子, 可是你说你一定要穿吗, 或者不能穿呢, 都没有了, 这是你要穿也可以, 不穿也可以的, 有这样子来讲的这种东西, 或者, 就是总之, 这种, 应该我们所谓的, 不是所谓的性罪, 所谓的这些遮罪的所有的, 东西来讲的话呢, 都有开许的, 唯有一个是没有开许的, 那有什么, 就是饮酒的, 只有饮酒的这件事情呢, 是在以对我们, 生人们来讲的话呢, 是没有一点的开许, 那居士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受戒是跟, 要看自己受戒的怎么样, 说我以前, 跟大家来讲, 我们受八戒的时候啊, 受五戒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是看自己的老师是怎么说的, 如果他要求是很严格的话, 最好就是说, 我滴酒就不碰了, 像我们跟, 追者达达达达达, 或者跟另容器来讲, 他们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那不要喝到, 那种, 那种, 最好, 前面有一句, 大家不要忘记, 他说, 最好是不要碰, 但是, 如果真的逼不得已, 一定要喝的话呢, 不要喝到失去理智, 所以我说明天, 大家如果常常在放假的时候, 很容易忘记, 很容易忘记的时候, 就说什么, 如果没有一定要喝的话, 好像不一定要喝的话, 不喝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要喝的话呢, 就不要喝到那种忘记理智的, 或者比如说, 同样, 我说如果有些人是什么, 比如说他要玩牌啊, 或者因为在这种节日, 常常会玩牌啊, 或者打牌啊, 那什么呢, 没关系碰一下, 我说, 以我来, 我自己, 大家如果手更严的话, 真的是很好, 我说如果不碰, 最好, 大家如果在家人在一起, 一定要碰的话, 什么呢, 不要失去理智的去玩啊, 你知道有些那种是, 没办法拔起身来的, 好像觉得说, 我都不能输啊, 或者已经打很久, 已经拔不起身起来, 那种就已经, 过了那个地方, 那个等于说, 只是说什么, 好像是跟朋友啊, 跟家人, 好玩好玩的, 玩一下, 玩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就起来的一样, 那还好, 那同样, 在饮酒的, 因为像尊哲达阿玛所说的一样, 以居士们来讲的话呢, 只要不要喝到失去理智, 不要, 或者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 就不要喝到芒了嘛, 那样子, 不要喝到说, 完全, 不省人事, 或者, 我说这个所谓的, 不要失去理智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开始那种, 有一点晕晕的啊, 有一点开始大舌头啊, 你看有些人, 所谓的大舌头, 不一定代表他讲话开始是, 不行, 有些人开始会乱说话, 你知道有一点, 开始微微的开始那种, 你知道他开始乱说话了, 他脸上有一点红了, 那就知道说, 大概有一点过了, 哦, 就是如果喝一点点的话呢, 那尊者答案嘛, 那边是说以前他们, 因为我们受的是跟, 令我们去受的话呢, 而有开许的话, 那同样给予这个, 这个开许来做, 可是以我们僧人来讲的话呢, 他在经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是说, 在遮罪当中, 唯有这个酒醉, 是没有任何的开许, 所以, 我讲一个我以前的故事, 就是说, 有一次我, 我在山上嘛, 他有一个局势, 他一直在准备, 准备两大坛的那个药酒, 我说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个, 药酒干嘛, 他说哦, 没有没有没有, 某某法师说, 要给他, 因为他说山上很冷啊, 他要用这个酒来, 我说最好, 有可能这位法师他不懂, 这个戒律的这么严格的言解, 他以为说, 用药引子这可以, 可是说实际来讲的话, 我说我们不供养他这个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呢, 没有, 你们是一个善心, 诚心的要去提供给法师, 法师喝这个, 反而法师自己在犯戒的罪业, 我们说, 我们只要受过比丘戒的, 或者有受过, 就是出家人的那种不饮酒戒来讲的话, 在佛经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是说, 哦, 如果是我为我沙门的话呢, 纵使是, 一个叶子上面那一滴的那像露水一样的, 那个酒呢, 也不能喝的, 在任何状况都没有了, 有些人说, 那如果真的某一个人开这个为药饮子, 那怎么办呢? 那佛陀就说, 那你至少要把这个, 那个酒呢, 要蒸过七次以上, 煮过七次以上, 到那个所有的酒精, 到完全没有的, 蒸发掉, 那才可以用, 如果它有一点点酒精的成分来讲的存在的话, 没有所谓的药饮子, 或者说什么的药酒啊, 或者什么的, 那可是有些人说, 那用药酒那个涂啊, 可不可以, 涂是没关系, 生人们在涂, 涂是没关系, 因为它没有饮用嘛, 它不会失去理智, 那比如说, 那个什么, 跌打损伤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些人要涂那个药酒, 那个就是没关系的, 可是它不能饮啦,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都没有所谓的允许, 去饮用有酒精的酒, 那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我们对酒的, 所以你看, 以前如果有跟我去吃饭过, 我只要知道这边有, 我不太确定的东西, 我就问说, 我就说你要问, 这有没有酒精啊, 比如说有那个汁啊, 或那个酱啊, 特别我们台湾还比较少, 可是我说, 像去那个西餐厅, 因为它比如说是, 什么黑胡椒酱啊, 或蘑菇酱啊, 都不知道那里面有红酒, 还是没红酒, 所以我都会问, 我就一定会说, 那你有没有, 如果有的时候, 那我这个, 不管再好吃也都, 就不能吃了, 因为我觉得它还没有煮开啦, 这样子, 好,大概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为什么就一直讲比较久的话呢, 今天讲说, 那以世俗的智慧跟圣意的智慧嘛, 圣意的智慧什么呢, 它就是会了解那个原始的, 这个究竟意的, 这个心事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变的, 永恒的, 或者它等于是说什么, 我在想的话, 有可能它说什么, 了解圣意的智慧就是什么, 最原始的, 不用培养的, 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心事都, 遮止掉, 会有另外一个东西, 浮现出来了解真实意的, 叫圣意的智慧嘛, 它以前就是, 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 这也是无始以来, 下去到圣意的智慧。 那, 世俗的智慧什么呢, 由这个而引申出来嘛, 上次我们, 上个礼拜是不是跟说, 尊者答案嘛, 最绝难派的这个解释, 就有点如同这样子, 它所谓的, 自空, 他空的道理嘛, 到所谓的他空呢, 是什么呢, 到秘法里面所谓第一空, 第二空, 第三空, 第四空的那种, 最细微的原始的, 光明的心事呢, 就是这边所说的, 圣意的智慧啦, 那以上的呢, 前面都是所谓的, 世俗的智慧啦, 所以这都是所谓的无常, 都要被遮止嘛, 那最后的周要把它, 空掉了, 最原始留下这个, 所以他把他说什么呢, 有些把它称之为常, 可是他这个常可能就是, 说的是说什么, 从无始以来就来这样子, 以后面也是无中的下去的, 取名为常, 而不是真实的常, 可是, 你用了常这个名词呢, 我们就觉得说, 有一点瑕疵了嘛, 假超级大家就是说, 你只要, 不管你说的常是, 什么样一个解释, 可是以我们这边来讲说, 你用常这个名词, 就有过失了, 有过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如果你说, 世俗的智慧, 要遮止它是常,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不把它这只是常的话呢, 你就承许说, 有一个, 常, 又是事物的东西了嘛, 为什么, 因为, 有一个心事, 这个心事是, 事物了嘛,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同样, 你还是落入到, 同样的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圣意的智慧, 你说是常了, 那如果你说, 圣意的智慧, 是常的话呢, 圣意的智慧, 也还是一个心事吧, 也还是一个事物吧, 所以呢, 你变成, 你还是有一个, 又既是常, 又是事物的, 例子了, 那你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你说, 世俗的智慧, 跟, 圣意的智慧, 为什么一个可以说是常, 为什么说一个是一定是, 不能说是常呢, 这个, 这个差距你要说出来, 你说不出来了嘛, 一模一样, 你好好思维一下, 这有什么差别, 一点差别都没有嘛, 可是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 讲到这边嘛, 等于说他的辩论, 是, 呃, 这个来讲是说在, 应该说, 在, 适量论本身没有的, 是, 呃, 藏人, 或者以前的祖师大德们自己的, 呃, 起的疑惑, 或者不了解而去说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准备开始是说, 后面的这个, 应该说, 这种,呃, 持, 大志在天为, 世间创世主的这种的派别来讲的话呢, 他会有, 另外一个辩论, 或者他有另外的一个程序, 来说的,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 应该讲到这边呢, 我们说, 嗯, 好, 我们应该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后面是他的, 程序, 或他说, 又说什么呢, 他说, 哦, 那我们看, 请看下面这一段呢, 那样子, 他说, 若言, 虽然眼睛不动而住, 依次元色, 但眼睛并没有不同作用差别, 同样, 虽然, 由于所知无常, 自在天之事不坚固, 但能令认识者自在天是常的。 那, 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你看我们的眼睛啊, 他举的一个例子来讲说什么, 你看, 眼睛, 是没有再动来动去, 可是我可以说我, 我可以从静, 到远, 看吗? 我, 比如说我这样子看, 看, 我没有动, 可是, 是不是眼睛可以, 不断的, 不断的看到不同的, 可以从, 近到远, 到近到远, 那个可以来讲的话呢? 那同样, 呃, 这个来讲的话呢, 呃, 是不是说眼睛都没有变吗? 眼睛看到远方的时候, 他这个眼睛来变的意思, 不是说它叉叉叉叉变化, 你看, 我说我要看到远方的时候, 我没有用, 换一个眼睛啊, 或一个换什么东西, 还是依着这个眼睛, 看到远方嘛, 那我要看到近的时候呢, 我也是这样, 可是我们眼睛不好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 比如说我要戴老花眼镜啊, 或者戴近视眼镜啊, 或者来讲的话, 也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看, 我现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 眼睛比较好的时候呢? 你看我要看远的也好, 看得近也好, 看到什么的话呢? 等于说我不需要透有别的工具嘛, 我用这个眼睛, 一个眼睛我就是, 是射的不一样, 使我在眼睛上面, 或者在眼视上面看到不同的东西, 而不是说我要用什么不同的眼视, 不同的眼球, 来看到不同的东西啊, 那同样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所知的这个无常法呢? 以变成说, 因为他这边来讲的话,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和大家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他说, 由于所知无常, 自在天之, 是不坚固, 但能令认识者, 自在天是常的。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边来讲的话, 他已经是有, 原宗法在这边, 他有做一点自己的解读了, 自己的翻译, 他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方法, 我先把两种解释方法, 再跟大家讲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如果自在翻的话, 他说, 如果眼睛啊, 为坚固, 不动摇的, 这样安住一样的, 他还是可以有, 劲刺的, 劲刺的去, 劲刺的去, 设法一般呢? 这不是, 你看, 他可以逐次渐进的去, 执取不同的设法, 不是说这个眼睛, 有什么不同的作用, 而是说, 因为有不同的近, 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色泽, 他不断, 不断一一一一一, 执取了吗? 这跟眼睛有没有不同, 是不一样的吗? 就像这样子呢? 虽然所知是, 无常呢? 这代表是说什么呢? 这边来讲, 他在藏文的, 在藏文翻的是说什么呢? 他是翻, 翻成说, 呃, 应该说写成是什么叫, 大志在天的, 所知, 大志在天的所知, 可是, 因为在大志在天的这个所知那时候, 在藏文, 他, 可以有两者的解释, 大志在天的所知呢? 或者大志在天的, 呃, 不是, 他是说, 大志在天的所知, 他可以这边来解释成什么呢? 有解释成说, 能知, 跟所知, 二者都可以解释的, 因为这有一点关系, 就是说, 藏文的文法了, 因为在藏文的文法当中, 他可以用一个词, 他可能有说, 能做, 所做, 跟做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他没有用不同的词, 是一样一个词, 呃, 我们所谓的能做, 所做, 跟做的动作词呢? 比如说, 我们, 例如说, 我用藏文的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讲, 他比如说, 我们用斧头来砍树的话呢, 那能做者是谁? 能做者就是斧头了, 所做者是谁呢? 是木头, 是木头吗? 那一块木头, 他所做的动作是什么? 是砍吗? 一样的, 只要有自主的动作来讲的话, 他都会说有分这三个, 有所谓的, 能做, 所做, 跟做的动作, 例如说你看, 我看到大家吗? 是不是, 我看到大家这个词呢? 呃, 那, 看到, 应该说, 看, 看这个词, 像我们在中文也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吗? 看, 所看到的, 的净就是所做了吗? 能看到的人就是我了吗? 看本身就是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藏文也一定是一样, 一样有这样子的词汇了。 所以在这边来讲, 藏文他讲翻成什么叫说, 应该不是翻成, 是说, 贾超越大师写的说什么呢? 因为, 所知, 本身是, 无常的缘故, 和, 这边来讲他说, 大智在天的所知。 可是, 大智在天的所知呢, 很多人会把这个解释成什么? 就是说, 大智在天的心事了。 可是, 你说, 心事来讲的话呢, 就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是一直说, 大智在天的量就是长了吗? 对不对? 他怎么会忽然这边来讲的话呢? 可是我们以前老师, 就跟刚刚, 圆中法师他这边把它翻的, 他已经没有按照原文去翻了, 他已经说, 他自己加进去了。 这边所说的, 他说, 自在天之事不坚固。 所以他是说是啊, 对, 他说, 同样, 虽然由于所知是无常, 自在天之事不坚固。 这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那时候我们就会说, 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认为是心事的事。 可是心事的事是不坚固的话呢? 那不是他就已经, 跟以上所承许的一样了吗? 就跟我们之中承许的一样的话呢? 那我们以前老师在跟我们解释这段文字说, 这边的事, 不是在指能是或能知道的, 而在指什么是所知道的, 所是的那个意思啦。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所知是无常的缘故呢? 自在天的所是的, 也就是不坚固的嘛。 对, 因为他了解的境是无常, 所以他所视的那个对象当然是无常啊。 那虽然那是无常呢, 但是能了解的, 但能令认识者, 就是所视者呢, 大自在天本身呢, 是什么呢? 是长嘛。 他跟那个说法的一样嘛。 就是说, 大自在天跟他的量是长的嘛。 可是, 静是无常嘛。 就像说什么, 静上面有差别, 所以眼睛一一一去认识。 不是说眼睛有什么变化啦。 大自在天没有变化啦, 是那些静在变化而已啊。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生起来的话, 那也蛮有道理嘛, 他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 所以说, 那种, 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至终去破斥这一段的是什么? 是后面, 后面这边啊。 这以上, 是他外道的说法嘛。 是不是他刚刚就说, 大自在天是, 是不是有三个条件, 我们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他是自然的嘛。 他是一切事的创造者嘛。 他是长的嘛。 这三个条件嘛。 他现在还是在讲的话, 他说, 大自在天是长的。 大自在天是自然的。 但是, 是什么呢? 他去了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这些静是, 只是了解这些静是无常的嘛。 他这些是静在变化的。 那他说什么呢? 那有依赐生者, 常生非离故, 不可观待故。 这是我们至终去破斥, 以上这个程序啦。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 自在天之事有于有法。 或者, 我先念完以后我们再解释。 自在天之事有法, 从长法自在天中而生, 因不合理, 有前后依赐生起故。 那亦非观待缘而生彼, 常法不可观待缘故。 若眼睛无作用之差别, 则缘前之始, 亦当缘后者。 那什么呢? 他说,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例子是说什么? 就是, 大自在天的所示嘛。 大自在天的之事为例子。 那你说什么呢? 他不能说, 这是由大自在天而生起来的。 为什么不能说, 他是从大自在天而生起呢? 因为呢, 这是什么? 因为他是有前后的, 有前后的顺序而有的缘故。 以, 这个来讲的话呢, 什么? 呃, 他说, 呃, 应该是这样子。 他说, 因为我要看这个, 呃, 这什么来讲的话? 如果, 你说出, 这个, 应该说, 大自在天的之事呢? 或者, 这个所知呢? 是由大自在天而生的话呢? 那就不可以了。 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他是由他而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有前后的嘛。 第一个你是说, 你承认大自在天的事, 我们说这个事来讲的话, 有些人有两种解释, 我刚刚就跟大家讲了。 大自在天的事, 有些是说大自在天, 但由大自在天而生起来的一个新事。 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方法。 有另外一个说什么是, 因为他是不是承认说, 大自在天是一切的创世主, 就是一切事物的。 这个所示呢, 就是一切的事物, 都是由大自在天所创造出来的。 可是呢, 你就会说, 我们不应该说, 所有一切的事物, 或者所有一切的东西, 是由大自在天而生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承许这样子的话呢, 你代表说什么? 这有一个前跟一个后了嘛。 对, 他现在只是解释第一句哦。 就是, 我们第一句是不是这个, 就是说, 有一次生者。 有一次生者。 是不是, 就是因为, 如果你承许说, 一切的大自在天的所示, 或者简单来讲就是说, 一切的所知, 都是由大自在天而创造出来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这一定要有个前跟一个后了嘛。 是不是就像你说, 我说我们不经意来讲的话, 我说一个例子来讲说, 这是我的儿子。 而这就代表说, 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们一定要有个前跟一个后了嘛。 你假如说, 我的儿子的话代表说, 一定要先由你, 才会有你的儿子嘛。 不可能会有同时生起了嘛。 所以你在台表, 你已经承许说它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了嘛。 那, 如果, 呃, 承认有这样子, 承许的话呢, 你就已经说, 大自在天是长的话, 就不应理了。 因为你是说, 有一个东西关带这个长法, 而再去生的话, 它就有, 本来长法就不关带任何东西嘛。 你不能, 没有任何东西是关带于长法嘛。 因为它是永恒的不变, 它怎么会去关带长法而生出来呢? 那后面是说, 长生非礼顾, 不可关带顾。 那应该这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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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看。 那我们一般,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它把它, 呃, 呃, 我看的话, 我说中文它有一点, 呃, 好像混在一起的话, 我们一般是说什么的话, 大家把它想到说, 前面的两句, 第一句, 第一句, 有一, 赤身者, 长生非礼顾。 它是在指这一段的这个轮子。 它是要说什么呢? 说, 任何这种, 你所认为的说, 大自在天的所示的这些事物来讲的话呢, 不应该是由长而生起的。 或你说它是从这种, 长的大自在天而生起来是, 不是正理的, 不是正确的道理的。 所以, 长生非礼。 这个故事要拿什么呢? 是由一次生故啦。 是把它这样倒过去说, 它是说什么, 就是说, 大自在天的所示的这一切的事物呢? 你说它是从长的大自在天, 而生出来是非礼, 或者不是正确的礼路了。 这个是证明什么呢? 因为是什么? 由一次地而生故嘛。 由一次地而生故, 代表说, 这个所知, 或者所示, 就是, 跟这个长的大自在天, 如果有前后, 有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有这个前后的关系的话呢, 就不应该移开到这个长的而生起了。 后面为什么, 它后面还在解释, 为什么不能由这个长的而生起, 就是下面一句了, 就是, 不可观待故啦。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逻辑? 就是它说, 因为你刚刚讲了说, 刚刚大自在天是说什么? 它说, 哦, 所示是不坚固嘛, 这些事物是不坚固的, 但是呢, 所示的, 能示的那个东西啊, 那个大自在天啊, 创世主啊, 它就是正让是夫啊, 为什么? 它还是自然的啊, 它还是长的, 还是一切的创作者啊。 那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 你就说, 那所示的这一切的这些事物来讲的话, 不应该是从这种长的大自在天而生起, 或者, 你说它是从长的, 这个自在天生起来不是正理的, 或者是颠倒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两个是变成有钱跟后了嘛, 有钱跟后了, 就是, 什么是钱?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是不是一定是长的大自在天是为先, 所示的那些事物是为后了嘛, 它一定要有个钱跟有个后, 就像我的儿子嘛, 我们刚刚是不是举着我的儿子, 这一句话一说出来, 就代表有一个钱跟一个后了嘛, 那从这个来讲也是一样的, 那, 如果, 你, 承许它是长的话呢, 为什么是不应理呢? 因为它说, 这个是, 对不起, 它说, 亦非关带缘而生彼, 常访不可关带缘故, 所以呢, 有些人说什么呢? 不是啊, 这可以啊, 那我们说, 这个大自在天啊, 不应该是关带别的缘, 而再去生出所知吗? 或者, 关带别的缘, 例如说, 它的说实是什么? 比如说, 它说, 对啊, 那个苗啊, 是要生起来的, 可是它还是由大自在天而创造出来的, 可是刚刚来讲说, 那不可能关带啊, 因为, 无常的东西不可能有常啊, 它说什么呢? 它是暂时的关带, 而有一个长的而生起来的话呢?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长的东西就不关带于任何的缘嘛, 这个长的特性就是说, 它不需要依靠着因缘嘛, 它才会讲是长嘛, 所以你说, 亦非关带缘而生彼啦, 所以, 大自在天也不是要透有别的因缘, 别的元素, 而生出万事万物嘛, 为什么呢? 因为长法不可关带的缘故, 因为你说了, 大自在天本身是长啊, 它如果是长的话呢, 长法就没有在关带任何的一个因缘啊, 所以后面这一曲是说, 不可关带故嘛, 长法来讲的这些东西呢, 是没有在关带的, 没有在关带任何的缘的, 所以呢, 他在讲说, 同样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呃, 你不能说, 就像你说的那个例子, 它有不同的作用, 它是什么呢? 它说你看, 它说, 若眼镜无作用之差别, 那什么呢? 如果你说这个眼睛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差别来讲的话呢, 那我缘到一个就要缘到另外一个了, 因为它作用等于是一个嘛, 同一个作用啊, 可是明明你看我的眼睛, 就是有不同的作用啊, 你看我, 比如说我圆着, 张三的时候呢, 我不一定缘到李四啊, 可是你说, 如果这个眼睛, 就像他刚刚举的例子是什么, 是因为只有静的不一样, 这些静的不一样的圆, 使了眼睛看到不同的东西嘛, 眼睛它根本没有别的, 没有不同的作用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眼睛没有不同的, 完全没有不同的作用的话呢, 那我这个眼睛在圆着张三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定要圆到李四了, 因为等于说完完全全没有不同的作用了嘛, 因为不能只是说它是靠着这个镜啊, 如果只是靠着不同的镜的差别, 没有眼睛的不同的作用, 这个眼睛的作用一起发的, 另外那个作用已经产生了嘛, 看到李四的作用也产生了, 这代表说什么呢, 有一这个镜的话, 眼睛也要有不同的作用啊, 不可能没有不同的作用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说事物是不同的, 事物在改变的, 可是大自在天没有在改变的话呢, 一样的问题嘛, 那假设由大自在天升起都是一个东西的话呢, 是不是大自在天升出张三的时候, 大自在天要升出李四也要产生了,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嘛, 大自在天产生出张三的时候, 它也要产生出李四啦, 这两个是没有不同的作用啊, 所以你说眼睛是没有不同的作用, 它只是因为镜上面不同的缘故, 而这样子, 这也不对啊, 因为它就有不同的作用啊, 我圆着张三的作用, 跟圆着李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例子也都不正确了, 好, 所以这以上是我们说, 他是不是说不管从什么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你说要圆到大自在天的本质是长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 我们主要特有两个大逻辑去破斥了嘛, 是不是, 他是说, 一个东西是说什么呢, 我们是前面这边这一句话的就说, 量费有长性, 达有适量故, 有所知无常, 比不坚信故。 他就说, 你所知的是无常的话, 你这个量就不能是长了, 你这个所知有变化的呢, 这个量也要有变化了, 看他反驳是说什么呢, 不用啊, 不用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静在变化的时候呢, 都是在静在变化而已啊, 这个量没有要变啊, 对不对, 他后面就说, 有意赤身者藏身非礼物, 不可观在过, 我们就说, 你不能只是说, 只有这个静变, 这个量不变, 你这个静变, 这个量不变的时候的话呢, 那代表说, 你这个静就不可能从 由这个量而生出了嘛, 因为你说这个静是由这个量而生出, 就代表说, 你静跟量有前后了, 你跟静跟量又有前后的话呢, 那, 为什么, 这个之后, 这个, 这个长的这个量, 要生出这个, 你又说因为它要关带不同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长的量是不能, 不可能关带别的因素, 它就是长的嘛, 所谓的长的东西就是说, 它不关带, 不关带不同的原因啊, 它没有关带的, 这才叫说所谓叫长嘛,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在上, 以前在上色列学的时候, 所谓的有为法, 所谓的所作是什么, 是由关带因缘而生的嘛, 关带, 这关带是什么呢, 就是关带因缘的意思嘛, 长是什么呢, 不需要关带因缘的嘛, 这才叫无为嘛, 我们是不是, 无为的意思就是说, 不关带因缘的啊, 不关带因缘的叫无为嘛, 关带因缘而生的叫有为嘛, 这就是有为跟无为的差别了嘛, 好, 所以大概是从用这几个, 我们到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一记又三, 一个一记又三句来迫斥什么, 第一个科判嘛, 就是说, 迫斥大自在天是长的这一段呢, 好, 那第二段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是什么, 就是迫斥大自在天是长的这一段, 是无常的, 那我想说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先把它解释到说, 破斥大自在天的本质, 下次的话呢, 才要到破斥大自在天的原因嘛, 和这边来讲, 一般来讲说大自在天的这个原因来讲, 它会有五则, 有五个原因, 有五个比较有名的原因, 下次我会跟大家解释这个原因, 在这个书本里面, 我们只有提出一个原因, 可是它其余有五个, 还有另外四个主要的原因来跟大家解释, 我们会把它一一一一地立出来的那样子,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 第二个科判, 大家要不要记得这个科判, 是不是说破斥无常嘛,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 就是说破斥无常这个地方嘛, 那破斥无常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破是无常, 是不是大家还要记得, 叫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前的时候说, 破什么是无常呢? 是破斥一个独立实体的大自在天是无常的, 不是说大自在天本身是无常的, 大自在天本身是无常嘛, 为什么说大自在天本身是无常呢? 因为它也是要透由夜跟烦恼才会生嘛, 它是轮回的一个地方嘛, 它也需要依靠着夜跟烦恼才可以生起来讲, 前面来讲的嘛, 如果是常的话呢, 就不会依靠着夜因缘的, 只要依靠着夜因缘烦恼的话呢, 代表说它一定是无常的。 那这边破是无常什么呢? 就是独立实体的外道, 这边所认为的, 所认知的这大自在天呢, 是无常也有过失的。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会有两句话, 它这两句是什么呢? 它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它是说什么? 它是说, 若眼彼之在天, 雖是无常, 但不是与往昔轮回时领受贪等, 而后关带能力, 串销彼之对之法, 不失等, 而是从无始以来, 既离欲骗至, 从前至同类因而生起的。 那什么呢? 这就是它的程序嘛。 它说什么呢? 它又现在就说, 好, 那我不说大自在天是常了。 我说大自在天是无常吧? 跟你们说的一样嘛, 你说佛头是无常的话, 我说大自在天也是无常。 我说大自在天是无常。 这都还没有到根本诵啊。 这, 这边来讲的话是说什么呢? 只有根本诵是什么呢? 它只有四个字。 这边来讲, 目前的就是说, 无常义。 无常义啊。 这边目前我们引用到的词句啊, 或者在解释根本诵, 只有到无常义。 什么无常义呢? 就说, 比自在天, 虽义是无常嘛。 这边应该, 这边应该在, 就是, 原宗法师他翻译的时候, 他没有把所有的字翻尽。 就是, 如果我们看的话呢, 贾超杰大师, 在他的藏文解释在这边的话呢, 他会把, 法称论诗的, 四量论的每一个字, 都把它, 一一一一一一一的, 应用到。 所以他只是, 等于是说把, 根本诵的东西把它, 鬆开了。 我们以前, 在藏文的, 老师跟我们解释这个词的时候, 说什么? 他把它说, 等于说, 四量论是, 打了一个很死的, 一个很死的结。 它是特有什么呢? 可是, 哦, 贾超杰大师是把, 因为你要鬆开这个结, 你不能说我用别的东西把它剪开嘛, 你要保留这个结, 你只能说用, 自己的慢慢把它, 鬆开的时候呢, 贾超杰大师是把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把它, 充很简短的, 把它去鬆开来了。 所以他这边有什么? 无常义, 的意思是什么? 那好好, 那我承许说, 大自在天, 我说, 我不要承许说, 独立实体的这个大自在天呢, 它是常了。 我也承许, 我义承许它是, 无常吧。 可是, 我承许它是, 无常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跟你们说的那个是不一样, 跟你们说的佛陀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 之前在轮回的时候, 是感受到, 经历了, 贪嗔吃, 等这些烦恼, 而之后, 再依靠着他的对峙, 不思等, 而去篡洗的缘故, 这些的能生嘛, 他说, 而, 而串修, 喔, 他说, 而后关带能力, 而后关带能力, 这个是什么呢? 而后关带能力是什么? 他是说, 能承办, 能承办是什么呢? 能承办它为正量师父吗? 这个承办他是正量师父是什么? 是, 是, 透由这些, 布施啊, 持戒啊, 或者一直到, 六度, 四射, 等等这些来能力呢? 是不是他成佛的能力吗? 是由此, 由这些因素, 而可以成为佛的话呢? 他叫他成立, 他的能成, 或者他的能力啊, 可是他说什么呢? 我们大直在天不是这样子啊, 他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圆满的, 他从来在轮回当中, 也没有碰过烦恼, 没有这些障碍, 没有这些来讲的话, 不需要关带, 后天的这些能力的, 这些承办的对质, 串修笔之对质法, 布施等, 不需要关修这些对贪等的, 而是什么? 而是从无死以来, 从一开始呢, 就已经离开了坛城, 一开始就是一切智, 他还是什么呢? 是依照从无死以来这个顺序, 这个同类, 就是以前这样一直一个一个一个 接触下去了, 一个一个接触了, 而这样子生出来了。 是不是你看, 虽然我说, 听起来我们是一直举例说, 大自在天, 大自在天, 是不是现在的主要的宗教, 来讲也说的是一样吗? 例如说像回教说, 说是穆哈密, 或者说基督教, 天主教所说的耶稣, 他也没说他为什么, 他是修什么而获得, 他只是一开始就是从无死以来就是, 就是有这个能力, 他也跟我们不一样嘛, 他本来就是, 就是我们上次我记得, 我如果没有记错, 因为我以前, 我有在印度的时候, 有很多回教徒的朋友, 大家如果有记得, 我把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讲, 大家有可能知道说,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啊, 后面高中第一年的时候, 考试常常就要考世界宗教, 他一直在跟我介绍说什么, 以色列啊, 跟巴勒斯坦啊, 跟耶稣兰啊, 这个地方的历史, 之后又要介绍说什么, 那个回教徒, 麦卡, 麦卡里面又要有什么, 有什么苏尼跟西埃, 我那时候好烦啊, 怎么这些的, 这些什么的词汇, 根本没听过啊, 也那时候, 也不知道这些什么宗教, 他背一大堆奇迹怪怪的, 但如果写错字, 就扣分了嘛, 因为这个又不是英文的, 又不能拼出来, 那可是因为那时候, 对这个很有印象就觉得说, 这好奇怪的发音喔, 有一个叫西埃特, 一个叫苏尼, 那这是两个大回教徒的教派, 有一个叫苏尼, 一个叫西埃特, 到最后呢, 我到印度, 因为我碰到这很多人,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 凡是为回教徒的, 不管分男生或女生, 他们都有, 应该说有义务啊, 或有愿望想要说, 一生去朝拜, 在Mekhan一次嘛, 就是去, 他有一个叫, 叫Haj, Haj, 我们就叫Haj, 他们会很多次去, 沙地阿拉伯那个地方, 来去朝拜的时候呢, 他说, 奇怪, 听起来好像你们, 回教徒啊, 好像都很相似啊, 为什么要分出这两个派别, 和他要分出的时候可以, 好像很, 你就很讨厌另外一个, 好像要说可以杀戮啊, 可以有纷争啊, 有战争, 就是因为说, 一个是西埃特, 另外一个是苏尼, 我就有一次碰到一个很好的那个, 回教徒的朋友, 我说, 你们跟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啊, 他说, 好像, 他说, 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可是, 这什么呢, 因为好像说, 一个承许说, 耶稣是神, 一个不承许耶稣是神, 我说, 因为这样就可以打战啊, 这样子, 有一个承许说, 一个说是耶稣是神, 一个说耶稣不是神, 那也没有什么, 无关紧要的事情吧, 那样子, 我说,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那种, 根本的信念啊, 所以, 这边来讲就是说什么, 一样, 有些就是说什么, 大致在天, 虽然它是说大致在天, 可是你看是我们,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说, 除了佛教以外, 你问别的宗教, 有没有一个可以成的像阿拉一样, 能不能跟像, 变成像摩哈密一样, 有没有能变像摩斯一样, 有能能变像约翰啊, 像阿拉一样, 能变像耶稣啊, 能变像上帝, 都没有嘛, 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说, 我们可以从, 怎么样跟我一样, 一样的人, 可以变到跟他们一样, 那他们是怎么呢, 应该就是这边说了, 从来跟你是不一样的, 从以前就是从来没有破过贪嗔痴, 也没有这间, 以前就是离开贪酌了, 就是骗子, 就从之前他就是一切智, 所以他之后也是一切智了, 可以看佛陀是不是跟他们说的, 完全是不一样吗, 佛陀自己就说了, 我跟大家以前一模一样啊, 不要说跟一模一样, 比以前跟你们还差啊, 只是因为努力的缘故, 努力发愿的缘故, 现在才成佛了, 只要跟随着有经验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 一起一样的成佛, 没有好像原始的, 这一开始就有的了, 这就是应该是说, 在佛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佛陀他是因缘而生的, 不只他是靠因缘而生的, 佛陀他之前在因地, 跟我们一样是有坦诚的, 他不是一开始就是正量是父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是最主要你看第二品的, 要证明的说, 要对佛陀升起信心的时候, 要去证明佛陀是正量是父的时候, 不是把佛陀变成一个, 那种好像就是迷信心, 原始的就在这边的, 不是佛陀他是因为, 努力的缘故成为量了, 他怎么成为量呢? tell于离神, 大师, 道师, 救护等等等等等等这个羞慈。 而才变成为正量是父的嘛。 好, 那我们要怎么破斥呢? 那这边来讲, 他说 那是什么呢 他说 那以大自在天为例 你没有任何 一个 应该说 你说大自在天是从 之前的同类 而生起来的骗子呢 你这样你没有任何一个 能力之量 能力之量是什么呢 这边来讲的话 是量 这个量在指谁 在讲比量 因为你现在是透由原因 所以比量是不是果了 那个因是谁呢 比量一定要透由什么而生起 是不是要透由正因 大家还知道比量的定义 是说由透由自己的正因 而正的 所量之 心的 不期狂的 单着事吗 对不对 这是比量的定义吗 所以比量是为果的时候呢 他把比量的这个量的名字 取在于因的上面了啦 实际上这个 能力之量 能力之量的意思是谁 在指那个正因啊 你是在指那个正因 所以这句话等于是说什么 他说 那以大智在天为例 你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因 可以证明说 他是从自己前面的同类 而生起来的一切骗子啦 是不是这样 这样看起来比较顺畅的嘛 他的这句话是说 你大智在天来讲的话 你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正确的理由 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因呢 可以说出 他是从 之前的同类的同类而生起的一切骗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前面的 前面的任何的一个刹那呢 不管是轮回当中的 软无品来讲也好 来说是 亲近品来讲也好 都对他没有伤害 也没有利益的缘故嘛 所以这个来讲说 飞水扰益故 飞量 这个飞量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嘛 没有的这个就是说 语作为从前同类而生之骗子 因无能力之量 这边是讲解释谁 飞量这两个字啊 还有呢 如前面之任何刹那 往昔在轮回中 飞染无品 亲近品 某些原形象 谁所损害或饶益之对象 所以飞水饶益故 是在这个因 我用我们自己的文字来解释的话 是说 那以 大志在天来讲的话呢 它不应该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正确的理由 来证明说 它是由前者的同类 而生起来的骗质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飞水 这个飞水就是 不管任何一样嘛 飞水 不管哪一样 重此是 染无品来讲也好 亲近品来讲也好呢 染无品对它也没有伤害 亲近品来对它也没有帮助的缘故嘛 因为为什么呢 你说它一开始就已经是圆满了嘛 一开始是圆满的话呢 当然染无品对它也不会有任何伤害嘛 那 亲近品对它也没有任何帮助啊 我们生起来的亲近品 例如说 我们这边的染无品跟亲近品是在讲谁呢 染无品是在讲说苦地跟吉地嘛 亲近品是在讲说灭地跟道地嘛 那灭地跟道地对这个大志在天来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它兴趣本来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了 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这些的贪嗔等的 这些亲近品也对它没有帮助啊 那同样呢 这些染无品上面来讲的话 也对它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因为它心情当中都没有这些东西啊 这些染无品的苦跟急 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啊 所以呢 你说你之前就没有伤害 你为什么要去除掉 你也没有任何的道地跟吉地来帮助它呢 那它怎么 你说你透由前者的同类因 伸出后面的一切智呢 或者正量呢 你要透由前者伸出后者的正量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说 有一个亲近品的东西 生起来去危害到 或者去对峙染无品啊 你这个都没有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 染无品或亲近品来讲的话 也都没有伤害 也都没有利益啊 也没有饶意啊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没有这个任何来讲的话 你说怎么会 这个正量师傅 大自爱天的这个正量师傅呢 怎么会需要依靠的同类因而生起 它根本不需要依靠这个 同类因而生起来了 你没有这个原因啊 也没有要先去去除同类因 它才会变成一切智 这个 亲近平也对他的一切智 他变成正量师傅 是没有帮助啊 这是一种解释方法 或者另外一种解释方法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如天王会所许 将笔句 将笔句是什么呢 就是非谁扰益故 来说 结合与前面的不可观待故 那说什么的话呢 不可观待故 非谁扰益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前面把它结合起来 是说 因为是常法 因为是常法的缘故 它不可能有任何 关待于任何东西嘛 因为不可能 关待于任何东西呢 不管任何一件事情 对它也没有 帮助嘛 因为 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在社内学 是不是 我说因 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对果有帮助嘛 帮助于果能生起的意思 饶益 这边的这个饶益 不是说好像 我帮 他帮我把行李 抬到楼上 这个饶益 不是这个饶益了 这个饶益说什么 是对这个果 能生出来饶益嘛 在于 如果 大志在天 是常法的话呢 它就不可能 关待任何一个因缘了 如果它不关待 任何一个因缘的话呢 不管是谁 也都不能对它有饶益嘛 对它 生出果来 也没有任何的饶益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呢 他来讲说 真的来讲的话 以天王会论事来讲的话 他是说什么 破此无常的话呢 就只有一句话 无常亦非量 就只有这一句话 那 非水饶益故事是什么呢 跟这后面来讲呢 解释的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呢 是不是说 大家记不记得 我上次跟大家解释 有几个论师 比较有名的 有一个叫庄严住持 对不对 或者 严严住持 严严住持 这个贾朝鲜大师的话呢 他比较是依靠着 严严住持 所以 或者说这种庄严住持 庄严住持的说法是什么 就是前面那个 说 破斥无常的这个阶段呢 他是说 非水饶益故 无良 无常亦非量 可是如果是按照 天王会论师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是 破斥无常的这个科判 或者这个阶段呢 就只有一句 无常亦非量 无常 你说 纵使你说 无常 大自在天是 无常的话呢 他也不是正量是福了 无常这个也不是正量是福 他就是简单这样子了 那 非水饶益故 要挪到什么呢 要挪到前一个科判呢 要挪到说什么 是 破斥 大自在天是 常的这个地方呢 就紧接下去说 不可观待故 非水饶益故 前面的一一 接下来说 为什么 前面是不是这样说 常生非礼顾吗 哦 如果他是常的话呢 你说由他而生 就是不是正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有 剑斥而生的缘故吗 那如果是剑斥而生的 为什么代表他就是 不能不可能是从常呢 因为 不可能从常来讲 因为 常是不可能 关待任何东西来讲 就不可能有前后了 不许可能 关待任何人来讲 那为什么 不可能关待呢 因为如果是常的话呢 任何一个东西 也对他没有帮助 对他生起果来讲 也没有帮助 因为他是常了嘛 他是常的话呢 别的任何因素 对他来生起 也都没有任何的帮助了 好 所以这以上 我们讲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就是讲到说 在破斥大智在天里面的 第一个大科判 就是破斥大智在天 是长的了 那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破能力 那破能力来讲 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 说什么呢 就是破斥证明 有大智在天的 这些的因 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是他的因 他这边 我是不是刚刚跟大家讲说 他这边要立出五个因 最主要要立出五个因 所以呢 那边来讲的话呢 说第二 破斥能力的时候呢 这边来讲的话 他要显示出两个科判 说显示相似能力 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立出要证明 大智在天的这个五个因呢 都是尾因啊 你不管你说 什么样的一个因来讲的话呢 这些因都是所谓的伪因了 那第二个说 与一切之造作者 显示量之危害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说大智在天是 一切的造作者呢 我要给你看到说 这个是我正量 可以去危害到这个 我这个正量 可以去把它 说出或者消灭了 就是可以净除你这种 这种的说法 如果你说 大智在天是一切 万事万物的造作者的话 这是量 可以把你这种说辞都破除 去危害到这个东西了 看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分二 这什么呢 就是说显示 证明 大智在天 是正量的 或者有大智在天的 是这个来讲 可以分出 五个音的时候呢 会分两个科半 就是说 略识 跟 详解 这边来讲的话 它这边大家如果可以记住的话 就是说 它有五个 五个音 就是五个音 它这五个音 开始会 我们后面来讲 你看它这边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这边 立出了三个音 我们说 我们先念完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解释 它说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说 这个说 在根本诵 引申出了几个阵音呢 它引申出了三个 就是 有这个等 这个词呢 代表说什么 后面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音 所以它说 以住行 间接而屈入 作业固 如小斧 具足形状 差别固 如平等 是能作用固 如斧月等 从此等说 所说内容 正成 有以绝为 前行之作者 彼翼 即是 自在天 所以它是说 等于说什么 它是透由 这个三个音 一个一个来说 证明说 我先用白话的 略略跟大家讲 它我们就说 它说比如说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 是有一个造作者在签呢 因为你看它不会太大 不会太小 这是刚刚好的缘故 如果大到大 我不能用 那也没用 小到小的不能用 那代表说什么 它一定要有个作者 所以这个作者的代表 是什么呢 它虽然嘴巴没有说出来 可是它说这个造作者是谁的 而就在指 大自在天 是万事万文的造作者 所以它是透有五个音 和我们先念完 和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再慢慢开始介绍这边的五个音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的两支 那我们就请回向